不好了不好了 刚刚跟我朋友进果园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开车 圆一圆就发现这个山脚下 突然窜出一条三米长的霍山峰 看到没有 我手指那个位置有两个蛇洞 哇塞 不过 我们经过的时候呢 可能声音太大了哈 这条三米长的生物呢 直接穿到这个草丛里面藏起来了 但是留下一只比较小的 应该它是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正在爬行的时候哈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一只 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哈 它身上的纹软 非常的明显 一白一黑 斑斑点点的 看起来呢有点像眼镜王蛇哈 但是 仔细一看 这只小的呢 又有点像那种落铁头 因为它的头 身为三角形 身上的皮纹呢 是咖啡颜色 带斑斑点点 就有点像那种烂衣服的形状一样 又有点像这种干枯的叶子的纹路哈 看到没有 怎么惊动到它 这只小的呢一动不动 应该是跑出来晒太阳 跟着它妈妈呢 现在走丢了哈 网友们认不认识 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蛇 有没有毒的哈 我们意见到也不要去伤害它 你知道网友可以在我平时去告诉一下 现在赶紧撤离吧 想办法让它 弄到哪个旁边 让它找到它的妈妈 玫瑰大智能吧